在娱乐圈中有很多令人羡慕的夫妻,她们不管是从外貌上还是身份上,看起来都是很相配,而且展现给观众们看到的日常都是甜甜甜,隔着屏幕都能够感觉得到恋爱的气息。 还有的即使结了婚之后,也还是像谈恋爱一样的恩爱甜蜜,这样的都被称作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。 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,在这个基础上的她们本身的身份就是艺人,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公众形象,有些东西也是需要作秀的。 究竟她们的婚姻生活是不是真的幸福,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当事人才最清楚。 杨颖和黄晓明在一些粉丝的眼里,应该也算得上是模范夫妻的代表吧,那时候她们的婚礼可是轰动了整个娱乐圈的,好歹也是黄晓明花巨资举办的。 两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并不被人看好,毕竟杨颖那个时候连小明星都还算不上,人气也不怎么样,而那个时候的黄晓明已经激身一线了。 然而两个人在婚后的生活似乎还是很幸福的,黄晓明也是圈内出了名的宠妻狂魔,这也是让很多人都很羡慕杨颖,既然这么宠爱的话,那么家里的财政大权似乎已经定下了事归杨颖主管的了。 但是黄晓明曾经在节目上透露说,财政一直都是自己的妈妈在管,因为她会觉得这样更有安全感。 那也难怪杨颖会这么快就复出了,连做月子的事情都顾不上。 除了担心时间涨了会被观众遗忘,会被别人代替,还有的就是担心自己的财政问题吧。 毕竟结婚之后经济归婆婆管,这不就是间接相当于是各过各的了吗? 就像影儿和傅心博一样,AA制的夫妻生活本身并没有什么错,可要是经经济教道不留情面的话,那样还是夫妻吗? 难道很多事情在媒体面前都是做做样子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